同學我們今天要上個主題是直線跟圓 那這個章節雖然內容在前半段的課程上 在高一上學期的課程已經有約一約提起到 但是同學還是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直線的相關觀念 事實上是整個高中幾何學的一個基礎概念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有關直線斜律的相關定義 事實上有關直線斜律的相關定義 這在高一的課程當中已經有提過了 我們說一般來講直線L如果不垂直x軸的話 在L上認取不同的兩點 然後利用這兩點的坐標 它的y坐標相減比上x坐標相減 也就是所謂的 重軸差比橫軸差 那圖形上的概念就好比這個圖一樣 有沒有就是AB這兩點的y坐標相減叫 重軸差比上橫軸差 那利用這個比值呢我們就定義成有關 這一條直線的斜律 那這裡呢之所以要特別強調 直線L要必須不垂直x軸 那是因為一般來講如果一條直線 當你垂直x軸的時候來講的話 它的重軸差比橫軸差 它的分母這裡的橫軸差會等於0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斜律是沒有意義的 那有關於 纖垂線就是所謂的 直線L垂直x軸的情況下 纖垂線的斜律呢我們在後面會另外單獨的 做它的介紹就對了 那緊接著我們利用所謂的直線方程式的一個斜律的定義 也就是說 一般來講直線方程式如果表達成 AS加BY加C等於0的形態下 那此時呢透過公式的推導我們可以 輕易的就推導出斜律它的公式 叫做 M等於負的B分之A 那 斜律一般來講我們通常都是用英文字母小寫的M做代表 這在高一的課程當中 已經有約略的 有提及過這樣子的概念了 好那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個公式的證明 那事實上啊這個證明來講的話呢 一般來講學校段考應該是不會考驗各位同學證明的過程 跟同學講證明的過程只是為了讓同學 強化一下對直線方程式的概念 好那我們說一般來講 直線方程式如果表達成AS加BY加C等於0的形態 那此時我們透過移項的方式整理 你可以得到Y等於這樣子的一個表達方式有沒有 把這裡的AS跟C通通移項過來 然後再把Y的係數V也把它除過來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L上取不同的兩點也就是S1Y1 還有S2Y2 那因為既然說這兩點是在L直線上嘛 所以當然這兩點坐標 直接定義帶入斜率的定義也就是 兩點的重軸差比橫軸差 然後呢 把這裡的Y2-Y1 對不對帶到剛剛的這個整理的方程式裡面 結果最後輕易的你就可以整理出來 所謂的斜率的公式 就是所謂的有沒有一般來講我們直線方程式的斜率 就可以整理成 負B分子A這個形態 負B分子A這個形態 好那這個公式呢同時也透露出 將來來講的話如果以知直線方程式的斜率 事實上 你按照這個公式的格式就可以感覺出來 直線方程式的斜率如果以知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決定了 這裡的它的SY它的係數 它的A跟B 這個事實上就是在我們後面課程當中 會提到的 直線方程式它的一般式 它的表達方式 那我們緊接著來看這個範例 好這個範例本身來講它是告訴你一條直線方程式如果表達成這樣子 當它不通過第二向線的時候 那底下選項當中有關於這條直線它的係數的條件何者正確 好那首先既然題目已經告訴你 直線不通過第二向線 所以呢你概約的可以畫出這一條直線就是一條 右傾斜的直線而且呢就像題目講的一樣 不過第二向線嘛所以就是通過 E34這三個向線 就通過E34這三個向線 那接下來我們針對這一條直線方程式 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整理有沒有 做一個移向整理把C把它移向過來 然後呢再把它表達成 因為從這個方程式裡面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直線方程式的斜率叫做 負的b分之a它的係數 那以這一條直線而言的話因為它是一條 右傾斜的直線 所以斜率當然是正的嘛對不對 因為直線上 相義兩點的 中軸差有沒有直線上相義兩點的中軸差 比上橫軸差的話 那這種情況下 中軸差正的橫軸差 也是正的 所以這一條直線它的斜率 負b分之a當然是一個 正值對不對 那負b分之a如果是正的的話 那因為本身已經有帶一個負號了 所以就代表 這裡的ab呢 符號應該是要相反的 所以間接的你就可以推導出 ab相乘要小於0 好啦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接著 再利用這一條直線方程式 跟s軸的這個焦點坐標 那因為s軸的焦點坐標 顯然的是正的嘛 那一般來講這個在國中的課程當中 應該同學也有學過 要學 要找到直線跟所謂的坐標軸的焦點坐標 對不對 與s軸的焦點 所以我們就直接令y等於0代入 那y等於0把它代入後 所以經過一項整理你就可以直接的有沒有 y等於0代入 你看題目或看解答這邊都是一樣的 y等於0把它做代入後 再把它乘除過來就可以得到 s叫做負的a分之c 那同樣的因為負的a分之c 顯然的也是大於0的嘛 所以就代表這裡的ac應該是什麼 也是一個異號的情況 所以代表ac相乘應該也是小於0的 那同理可證 對不對 跟y軸的焦點就是令s等於0代入嘛 對不對那令s等於0代入 y坐標是負的有沒有這個點是負的 那同樣的 s等於0代入所以你的y等於負 b分之c呢 應該是小於0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負號啊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b分之c呢應該是一個 所謂的正的一個形態也就是所謂同號的一個形態 同號的一個形態 所以就可以間接推導出 bc相乘應該是 大於0的這個結論 好啦那綜合以上的分析 所以最後我們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選項當中的 第四個選項也就是 ab相乘小於0還有bc相乘大於0 就是我們要的 那在協率的最後我們針對協率幾個特殊的一個狀況 來幫同學做個簡單的分析一下 好那首先第一個 一般來講如果說只是單純的提到 直線的傾斜度越大 然後呢 直線的傾斜度越大 他的代表意義 是絕對值 協率的絕對值越大 但這個時候呢如果你只是講 協率越大這是不正確的對不對 因為一條直線有所謂的什麼 左傾斜跟右傾斜 沒有錯如果你今天直線是右傾斜的情況 傾斜程度越大 他的協率是越大 但是相對的如果是一條 左傾斜的直線的話 那傾斜的程度如果越大是負的越多 但負的越多反倒是越小 所以同學在看到這樣子的文字敘述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在這裡一定要特別強調 折騎斜率的絕對值越大這樣才對 不然的話就會有正負的一個影響就對了 好 再來第二種情況 那如果L直線是垂直 S軸的 那垂直 S軸的話 因為垂直 S軸的直線一般來講我們俗稱叫做所謂的 牽錘線或叫牽直線 那牽錘線或牽直線 上面相異兩點的 重軸差比橫軸差 結果你會發現他的分母 橫軸差是等於0的 所以針對牽直線而言我們定義他的斜率是 不存在的 那相同的那如果是一條水平線呢 也就L直線 平行S軸的情況下 有沒有 那水平線的情況下來講的話 直線上相異兩點的 重軸差比橫軸差 對不對分子等於0 所以水平線他的斜率是等於0的 好再來最後 因為同學在第1章我們已經有學過三角函數了 那事實上 我們的直線斜率呢也可以跟三角函數扯上關係 怎麼說呢 因為一條直線如果跟S軸的正向夾角叫做θ 就像這個圖所畫的一樣有沒有 這個叫做與S軸的正向夾角叫做θ 那此時呢有沒有 他的斜率事實上就是所謂的三角函數裡面的 正切函數也就是tangentθ 怎麼說呢 因為直線上 相異兩點那這裡的相異兩點同學你不妨可以取這個點跟這個點嘛 對不對 那相異兩點的 重軸差比橫軸差 有沒有重軸差 比橫軸差 相當於就是這個角度的 對邊 比上0邊嘛 那對邊比上0邊 那不就是我們三角函數裡面的 正切函數也就是所謂的tangentθ 換言之將來一條直線 如果已經知道與S軸的正向夾角 角度是多少的時候 那此時他的正切函數也就是tangentθ 所代表的就是這一條直線方程式的斜率 比橫軸差 不妨有今天 要請給橫軸差 感谢观看